今天的话等于是第六次上课 所以每次上课 每次上课当然会产生一个 这个完整的影音 所以你可以把它点击进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每次上课的影片 当然如果你有些地方 假设下班之后精神不记 你可以回去再慢慢再看一下 也没关系 反正至少你知道说 回去一定要复习 另外一定要实做 最重要就是 你要自己要花一点时间 去把它做出来 那上个礼拜的重点包含就是说 我们再把那个表单设计的重点 做一些说明 另外的话呢 再加了几个功能进去 包含就是说直接按Enter 它就可以直接帮我新增资料 另外的话呢 把那个框线也重新绘施 那未来当然呢 你要做表单呢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反正你慢慢加嘛 程式部分 当然你尽量做到尽善尽美 我想那逻辑原理原则其实都相似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 只能透过表单输入资料的话 那你当然需要做什么 保护工作表的这个动作 但是如果你保护工作表的话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VBA也会被保护住 所以呢 我有讲到 你可以透过这个一行层次 这个Application.protector 你可以挂我后面加上密码 那它就可以快速帮你把那个 这个工作表保护取消 那最后你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而且这个蛮方便的 那主要好处就是 以后我给你档案 你不能给我乱新增 反正呢 那一定要符合我的逻辑 你才有办法把资料给新增 那这样好处就是一劳永逸啦 不用再为了一些资料的输入 你要再去做验证 或者是说输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资料 最后你要去收尾 这真的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每个这个公司啊 或者企业啊 常遇到类似的问题啦 那怎么办 我想说你干脆就是先做个表单吧 以后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其实间的函数相关的部分 那我们另外有讲的Date函数 跟Date函数 其他的话再利用那个VBA做输出 最后有用E-Date 然后呢我们就把一整年的 一整年的年历给做出来 OK里面的话 当然先做什么 上面2到12月的1号 所以1月1号这个不要动 这个一定是第一天嘛 那再来其他的2月份到12月份的 这个1号我们用E-Date减据前一个储存格 相差一个月 OK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什么 再利用三个函数 Mans 判断什么呢 判断他上面这个储存格 跟他加一天之后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呢 那就是A2加1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那就是没有东西 OK 不过最后会产生一个错误啦 所以我们一样 用那个if al把它过滤掉 这个是上个礼拜最后做出来 那可以一次性的全部把这些全部做出来 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有讲到说如果我今天还有一个功能需求 一年做出来之后的话 我希望什么礼拜六礼拜天 可以设定不一样的颜色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当然至少会有两种以上的方法 我们也许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格式里面 常用里面有个这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的话有个所谓的新增规则 那这个规则里面特别注意 那我要怎么样 利用这个新增规则呢 帮我把礼拜六礼拜天 设定不一样的颜色 也许礼拜六 你给一个 比如说礼拜六 假设是深色的刺 然后浅色的 浅绿色的底好了 那礼拜天的话 如果是一个红色的刺 然后黄色的底好了 OK 那如果说让你 如果不会用这个比较聪明的办法 当然你就变成土把亮刚 土把亮刚 挺多你可能会知道说 用什么负资格 点两下 那你要这样刷一个 两个三个 总共一年有52周 里面你要再点51次 OK那当然一定是没有效率的 可是呢我要怎么样 快速的把这件事情给做完 OK 那我们待会来看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 我用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OK 第二个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能呢 要不就是用撰写程式的方式 诶 写个VBA 那VBA的话呢 我其实很简单 一个 不过这里可能要两个回圈 一个回圈是决定它的列 从第二列到第三十二列 另外多一个回圈就是它的蓝 因为我们有十二蓝 星期是不是礼拜天 或者礼拜六 礼拜六或礼拜天 如果是的话 那一样做什么 把颜色 字的颜色跟底色把它换掉 OK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待会来看 请各位先 是把那个上礼拜的部分呢 先开起来